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在中国,最瞩目的体育场就要属鸟巢了 鸟巢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 其实打造鸟巢中国是吃了巨资的 一共花费了22.67亿元 鸟巢从2003年就开始开工建设 直到2008年才竣工 虽然如今距离奥运会已经过去了12年 但是鸟巢依旧屹立在朝阳区,光辉涌注 鸟巢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最贵的体育场了 但是相比于奔驰耗资108亿所打造的体育场而言 简直不值一提 奔驰在世界上也是名声赫赫的 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看到别人开奔驰 就会给那个人定义成有钱人 事实证明,奔驰集团是真有钱 很多人都听说过奔驰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 奔驰耗资108亿人民币打造的梅塞德斯奔驰体育场 这个体育场的位置在美国的亚特兰大 说起亚特兰大恐怕球迷们早已耳熟能详 亚特兰大是猎鹰橄榄球队的故乡 而奔驰正是有着对于这个球队的特殊情怀 因此用猎鹰做灵感把体育场打造成了一只鹰的形象 这座体育场不管从外观还是内在来看 都与鹰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俯视看着,体育场就像是一只展翅带飞的熊鹰气势磅礴 在体育馆外,还立着一只重达36吨的鹰形雕塑 让来到这里的人还未入馆,但无比震撼 最让人震惊的还要属体育馆内部 体育场的场地是十分灵活的 可以根据比赛的类型来调整自身的形态 而且还可以调控赛场的座位 能更加的满足观众的需求 最有意思的还要属体育馆的屋顶了 屋顶是可以伸缩的,一共有8块 8分钟就可以由露天体育场调节到室内体育场 非常灵活有趣 这么有意思的体育场 大家有没有想要去体验一番的冲动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